经国会召开第二届理事会就职典礼及联欢会 张素九连任会长一职 活动中 新任的理事会成员举行就职典礼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副总领事戴双鸣 美国联邦众议员赵美鑫等出席活动 经国会会长张素九在致辞中表示 感谢两年来会内成员为协会做出的贡献 也感谢社会各界对经国会的支持和鼓励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副总领事戴双鸣 首先代表总领馆对经国会第二届理事会就职表示祝贺 他说 经国会自成立以来做了很多时事 团结了洛杉矶当地的杰出女性同胞们 相信在张素九会长的带领下 经国会将越办越好并为和谐桥社建设做出贡献 也希望经国会的女同胞们支持中国的发展 支持中美关系的发展 仪式开始前 美国天才国际声乐比赛双料冠军苏心仪 演唱美国国歌 刘子豪演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紧接着 新一届理事成员举行了就职典礼 并为荣誉执行会长荣誉顾问颁发品书 经国会是在美国加州注册的 非盈利的 非政治的 非宗教的社会民间组织 经国会与当地其他社团是友好合作 平等互助的关系 经国会为华裔女性的发展提供合作联谊 互相共赢的平台 致力于促进华裔女性的自身发展 提升妇女的地位和形象 增进妇女的权益和福祉 促进华裔女性成为中华文化的使者 和中美和平友好的民间推动者 环境东方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